你好 我是王树一老师 今天咱们来讲讲Markdown生成换灯 你可能会纳闷啊 我不是以前写过这方面的教程吗 今天我们来给你看一款更简便的工具 帮你来完成这个工作 这个事呢实际上需求是这样的 也是很有意思 前两天呢我写了一篇这个 如何把学术Markdown 然后导出这个参考文献列表 然后直接到这个word 我编了一个web应用 然后我就把它呀 分享到这个ROMCN的群里面 然后呢群友们非常感兴趣 然后呢这个有的群友就提问 就说这个 我在这个展示里头 这个PPT是不是这个 ROM Research自己那个PPT模式 我说不是 这个是这个Review.js 于是呢他就很感兴趣 找我要这个使用的这个方法 我就把这个教程分享给他 这是我19年写的 如何用Markdown做换灯 我以为这事就完了 然后他就照着这个去做了 结果没有啊 这个过了一会儿 他回来跟我说 他已经失败了 老师这个太专业了 搞不定全都是编程 我想这里没什么编程啊 后来一看原来是这样 就是我在里面这个运行的时候 需要使用一些这个 就是得有几具脚本 然后他把这个也当成编程 广义上讲也算吧 所以对于这个有些群友来说 他不是这个搞IT的 所以呢 最好不要出现这样的命令行的东西 他会觉得不太适应 学习起来呢 学习起来呢 就有这种障碍 我一看那干脆吧 咱就这个帮人帮到家是吧 然后我决定这个也做个外部应用出来 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目标 就是你不需要写任何的一行代码 然后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你只需要输入什么呢 带缩近的Markdown 就是这个这个内容 带缩近这个事儿 一会我会在这个样例当中给你看到 你不用着急 然后呢 直接给你输出这个换灯的压缩包 这样一来 你根本就不再需要在其中 这个进行任何的繁琐操作 也不用去进行这个设置了 就直接就出结果 然后带到哪去 你只要找着有一个现代化浏览器 所谓现代化浏览器 这个包括Chrome Firefox Safari这些都算 就可以进行演示了 那么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基本界面 这个一会会给你详细的展示 使用的方式 这里我说一下 我用了一个样例 这个样例呢 这个给你是讲它的用法 其实非常简单 你看到也没有什么 这个可这个多输入的地方 然后呢 我使用的是Rome Research里面 这个给你做了一个这种样例 它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Rome Research就是大纲式的 所以它这个天然就带各种缩近 代表这种层级结构 但是绝不是说 你只有使用Rome Research 你才能用它 事实上只要是你把Markdown 给它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任何一款 这个普通的文本编辑器 都可以 这个不局限 不用这个想着 我不用Rome Research 是不是我就不能用 没有这个限制 好那咱们下面就来看一看 实际的这个样例 以及它的操作方法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一个中文的样例 可以看到呢 这实际上是我们放到一个 Rome Research当中 页面里面的一些这个内容 可以看到这里是有缩近的 我们这里呢 默认用最外层的这个缩近 代表我们这个换灯的标题 这里呢第二层的缩近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学术Markdown to Word 这个代表的是我们的章节名称 然后才进入到我们正式的页面 也就是说我们第三层的缩近标题 代表我们的页面标题 然后就是页面当中的逐渐出现的一个个元素了 那么这里头呢 我们一般是把图片这种东西放在跟三级标题 同等的位置 这样它作为一个单独的页面来出现 也就是一个全屏的图像 我们也可以呢 把图片放到这个三级标题下面 这样呢 它会在页内作为一个图像来出现 你可以把它跟前后的这样出现的 一个个的这个元素进行逐步的显现 我们来看这里 我们有一个例子 但是因为这动画呢 它这个变得太快啊 我就把它缩到这个屏幕的这个后面 我们把它打开来看看 这里是一个动画啊 这个是来自于我上一个视频里面 给你展示的这个 从学术markdown生成这个 带参考文献的word中间的一个过程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的话 这个它因为一直在那动啊 所以也是挺翻人 但是它本身来讲 就是一个页面内的图像 我们现在还是把它缩回去吧 但你不管是把它这个缩放 把它缩回去 还是说把它这个在这里显示出来 内容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选中 整个这个页面当中 所有的这些内容部分 那么就由它来给我们 当成一个基本的元素 我们先来看看都有什么啊 这里呢我们使用 Alt Shift加A 就可以选中我们整页当中的这些内容 然后呢我们把它拷贝下来 此处呢我们来尝试一下 把刚才从Rome Research当中 拷贝下来的内容 在这里直接的看一下 这是一个编辑器 是Visual Studio Code 我们在这里进行粘贴 你可以看到实际上是一个 带缩近的markdown 然后呢这个用连接符 也就是一般我们说的简号 代表这是一个缩近的一个起始 这里面呢是可以看到第一层 第二层 然后这是第三层 下面呢是页面内的这样的一些元素 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一个这个画面 这里头它本身来讲是在这个 我们的第三层 然后刚才看到这个动画在第四层 也就是说转换和我们在页面上看到的 这种逻辑关系都是一样的 现在就是用这么简单的markdown的 基本的元素来表示 我们现在的层级关系 和这个换灯的内容 之后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下预览 这里呢用ort key加上v 就可以在这里预览它了 这几个图都能够正确显示 但这个图本身不在本地 它们都在Google的这个 Fairbase Storage上面 也就是Rome Research 它自己使用的图片 这些都是远程的云存储 没有在本地 下面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把左侧的这个markdown文件 变成一个review.js 也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换灯效果 这里呢就是我给你编织的 这样一个小的web应用 它叫做markdownreview.js 然后这个导出器 然后呢这里你需要设置一下 你自己的用户名 如果你不设置的话 写的就是我的名字 将来你展示的时候 老师可能会问你 王树一是谁啊对吧 这个所以你自己来把它进行修改 然后在下面的这个位置 就把你刚才从Rome Research里面 拷贝出来的这个markdown文件 贴在这就行了 这就是一个拷贝粘贴的过程 好贴完了以后你会看到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内容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然后这里呢我先不改名字 我就直接用我自己的名字 然后呢咱们点击这个convert 这里你会看到在这里 一个劲的running 证明它在运行 这里出现了一个蓝色的一个链接 我们来点击这个链接 好这个zip文件下载下来 我们所需要包含的全部的内容 就都在里面了 下面我们打开来看一看 我们解压缩之后 这个目录里一共有三项内容 两个是文件夹 这是我们放图片用的 这个呢是这个review.js 是一些这个支持性的框架包 这个你不用管它 这个就是我们要使用的内容 它是一个html文件 注意啊 这个你要是拷贝到别处去运行的话 一定要注意这个 把这个目录整个端走啊 这两个不要离开它 否则的话这个html没法正常来显示 好现在我们来双击它 去显示一下这个html的内容 它会打开浏览器 然后开始给你显示你换灯的内容 你看小应用这个就被放在了它的这个作为整个的换灯的标题 然后呢下面有我们的名字 然后底下还有今天的日期 这些都是自动生成的啊 然后当你去这个刚才这个是它的相当于是章节的标题 然后下面是每一个的换灯 然后每一条都是逐条的来出现 这里演示界面 然后我们放一个全屏的图 这是 然后呢动画 这个是在页内显示我们的画面 它是一个动图 这个速度可能当时没调好 这个速度比较快 然后还自动的帮你加上了一个放映结束 谢谢观赏 你就不用自己再去写后面这些了 怎么样 这就是给你演示的 我们现在可以非常方便的帮你 把这样一个无非就是大纲当中的缩进结构 直接的端到咱们这个外部应用上面 它就给你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换灯 希望这个能对你进行展示 能起到帮助 好的 那今天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 下次见